哈喽大家好我是林凡 因为今天工作结束的比较早 然后加上我的头发又掉色了 然后就准备给自己画一个特别好看的颜色 平时崽子们总是问我就是染的什么颜色了 哪个Tony老师给我染的 今天我就要给你们隆重的介绍一下 期待吗 3 2 1 马上我们就可以见到他了 你不要羞涩嘛 快跟大家打个招呼 你们是不是很激动啊 没错 我就是我的Tony老师 今天我就是要给自己染头发 然后今天染的颜色叫做蜜糖唇棕 它好像是他们家卖的最好的一个颜色吧 之前我们在节目里面的时候就比较流行 闷青亚马色 然后用这个蜜糖唇棕就可以染出来 但是呢因为黑发肯定是染不出来的 所以我们就要用这个L9漂发剂 先把头发给漂一下 然后才能染出那个颜色 然后现在我们开始吧 好了我现在换了一个比较舒服的地方开始染发 然后我选择的是这款湿滑扣的漂发剂 它是湿滑扣和天猫星瓶小黑盒联合推出的L9染发剂 我们现在就把它搞起来 说起染发剂 湿滑扣克林是大哥级别的 然后在外面染头发就是会又刺痛 然后又会伤头皮 然后这个就比较温和 你漂头发什么的就完全是OK的 看我这熟练的手法对不对 其实我想给大家科普一下 就是因为很多人在家自己染头发 染出来都是棕的黄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亚洲人的这个头发的色度就是比较深 然后一般在3度左右 其实我们要想染出就很好看的颜色 必须就是在6度或者更浅的颜色 才能摆脱这个棕色头发的这种困扰 所以我就用了这个湿滑扣的L9这个漂发剂 然后我这个头发因为漂的比较多吧 应该是在6度左右 然后我等会用了这个L9漂发剂 可能就会达到9度的样子 我们现在来试试看 试试看它的2G 行不行 哇 挺柔和的 就不像就是外面那种漂发剂一样 很伤头发味道太刺激了 我每次都痛得不行 然后为什么痛得不行 然后它们气味又很臭呢 是因为它们里面加了胺 然后这一款就是里面没有胺 我们闻一下吧 其实它就是闻起来就是像洗发水一样 有香香的 然后就没有什么那种 其实这个湿滑扣它是加了 Amegaplex的一个黑科技吧 简单来说就是它能实现 就是发丝蛋白结构还原 通俗的来说就是能把你那个 这个漂发受到的伤害 全部给你还原回来 就是能挽回96% 对就是96%的那种损伤 它这儿还有一个透明质酸的护发布 好像是你漂完头发之后用这个 然后就是头发的玻尿酸 OK 我们再去洗手间染头发吧 Go OK 我现在已经洗好我漂好了头发了 就很浅 感觉会很好看 把它吹干先 OK 我已经漂好了我头发 感觉这个颜色好好看哦 要不然我们不染了吧 就是这个颜色好像也挺不错的 这个很美 美女 为了染出最好看的颜色 虽然这个颜色也很美 我们就要用这个蜜糖唇棕 给它上色了啊 看这个泡泡 它这个泡泡染发剂 其实特别的方便 像你洗头一样就这样 随便揉它 我现在已经染好了 我觉得这个湿化QL9的 脚发剂真的是很不错 完全就是窄美必备 搭配上那个蜜糖唇棕 就可以染出我现在这个效果 就浅浅的 灰灰的 我很满意 很喜欢 关键是它里面配的这个发膜 透明质酸修护发膜 就用上去 我头发就是很滋润 很清润 就很顺 就感觉像头发上 上了一层玻尿酸一样 希望这个湿化Q爸爸 能不能考虑出一下 这个单独的这个发膜 我觉得就是会很OK的 我会肯定会买它 好了 有了湿化QL9漂发剂 就是以后再也不用担心 染什么颜色了 因为什么颜色都可以染出来 就是越浅越好 染出的这种透度就很好 反正我今天 Tony Malaco的职业生涯 还是非常的成功 然后我们下次再见吧 Bye Bye